嗨嗨 这期呢小苗老师作为一个入坑十多年的老茶友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套非常简洁的极简版的茶具 好吧 你看啊我其实喝茶有十多年了 我从上大学本科开始喜欢喝茶 到现在可不就十多年了 你看我之前用过很多那种就是特别复杂的茶具 不夸张的讲述啊 我以前那个茶的茶台上摆那里小茶宠都有六七个 哎呀那个茶壶必须有一个壶橙来放它 然后把这个盖子拿下来的时候 也必须有一个托儿放在这个盖子 然后那样以后时间久了以后觉得哎呀就是太复杂了 你就天天想到要清洗他们照顾他们 就哎呀要不我还是拿杯子随便泡一壶茶来喝 所以哎呀我搞了这样一套极简的茶具啊 这个极简的茶具的要求就是第一个 它最好是白色的 然后呢这个造型啊也不要太古典太夸张 这样的话能和我整个家居的这个环境比较融为一体的对吧 再给我去掉了所有那些我觉得不是必须的东西 你发现我这连个滤网都没有 然后呢呃这又好又而且必须得很好很好清洗才行 好吧首先咱来看一下 其实我这个茶几啊准确来说不是一个专门的茶几 它下面是长了四个咕噜的 你可以轻而易举的把它推动 然后把那个咕噜一锁它也就动不了了 哎这个就很方便 当你觉得这个东西占地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移到别的地去 你在家里面阳台上或者其他地方喝茶的时候 你可以照样拽它到其他地方去 我觉得这个创意 嗯反正我是特别特别的得意 啊我这一套茶区呢给大家整体展现一下 按照打分的高低的标准 咱们依次往后来说啊 首先我特别特别推荐的啊 五星推荐的 是我这个泡着烧水的茶壶和这个茶台 你看啊我这个茶壶先来说一下 你能看得出来它单蹲一个放在这 它是一个自动上水的茶壶吗 我这前面这有一根是电线 是它通电的 然后这根线 这根线是它通水的 啊这很多地方我看到那个自动上水 那个茶壶都是通一个管子 从上面来出水的 这个茶壶的神妙处就在于 它是从下面出水的 它这壶里边是有一个探针的 当它自动探测到它缺水了 或者说在人为的按两下 然后它就会在里面把那个水吸上来 然后当它吸到一定的合适的高度的时候 然后它又把这个水给它烧开了 你看我现在是为了拍摄它里边工作的这个样子 我把这个壶盖打开 但其实咱们平时在使用的时候 它所有的这些个内容 你盖上壶盖 它全都是自动的在里边给它完成的 哇我觉得这个就太棒了 因为我以前也买过那种 从上面这样抽水上来的 那个东西很麻烦 要不你每次注水的时候 你都得把这个盖给它打开 再呢它那个抽水 它是能把水抽上来 我不知道用过的小伙伴 你可以在屏幕上抠一个 对对对是实是 它那个抽水上来以后 它那个喷嘴 其实特别难用 它又没有把水注到壶里 那个水巴拉巴拉溅出来 要不它喷嘴 它自己就不就喷到外面去了 然后整个这一潭 有的时候那个开水 还烫到这个手上一下 但这个壶我就超级超级喜欢它 但这个壶我觉得它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只有一个就是一键烧开的功能 当然对于我来说 我喝普洱茶比较多 对吧 反正它烧开了滚开的水 泡普洱茶真合适 但如果你要是泡一些别的茶 比如说像什么红茶呀 就像绿茶就更不用说了 开水本身并不合适 你在操控水温的时候 咱能不能后期改进的时候 建议一下这个厂家 能把它那个烧水 有一个测温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咱就设定一下 我泡绿茶烧到80度就OK了 对不对 也这样更好 好了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烧水壶 然后接下来另外一款 五星推荐呢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 泡茶的茶台 这个小茶台 当时我在某宝找到它的时候 我都觉得哇塞 简直就是特别惊艳 第一你看它这个样子 就特别特别的简单 就是一个单单纯纯的白色 而且它的材质还是个陶瓷的 就是你知道 我以前用那个喝茶的这个茶台 我用过木头的 用过竹子的 用过石头的 木头和竹子的 你就不用说吧 在北方就经常开裂 然后那个石头的吧 我还不喜欢那种光光溜溜的石头 我喜欢那个哑光的石头的颜色 那个哑光的石头 你知道 你再把你的普洱熟茶 那个焦红焦红的那个汤色 往上一焦啊 你用俩礼拜以后 你刷它的时候 你也知道多痛苦 是吧 所以这样的一个陶瓷的茶台 就是 它清洗起来超方便 它本身就不太容易挂脏 当你觉得 哎 用个两三个礼拜 你觉得它上面有一些 很难清理掉的这个污垢的时候 把它 这个下水的这个管子 拧掉以后 直接扔进洗碗机 当洗碗机 运行完了以后 它会还你一个 全新的茶台回来 而且你看它这上面 它表面全都是那个漏水的孔 所以当你往下倒东西的时候 哇 那个顺畅啊 简直你就别提了 对吧 可爽可爽了 以前呢 用那个木头的 或者石头的 拿一小毛刷使劲 跟那刷吧 想一想 以前都觉得 嗯 好疲劳啊 但这个茶台是这样的 就是说 它下面这个底其实是平的 你看下面这两个小支角 是我自己给它沾上的 我支这个支角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 就是走电线的那个 那个固定电线的一个小贴的东西 其实我在这不是让它固定电线 我就给它这边增加一些高度 让它整个往这边清洁的话 它这下水就走得更加流畅一些 好吧 我觉得这个茶台 我自己加工了一下 也超级好用 然后接下来上面这块就没什么好说的 你看像我的这个喝茶的小茶碗 和这个公道杯 我用的就完全是玻璃的 因为它这个 你要用一些有颜色的这个词的话 它这个茶汤的颜色 它就对吧 有可能就会受影响 所以我就直接用了最简朴 最朴素的玻璃的 然后我这把壶啊 这把壶 这种壶算是四星推荐吧 有人说小毛老师你泡茶 为什么不用紫砂壶啊 我也很喜欢紫砂壶 但是你知道紫砂壶它太贵了 而且它太脆弱了 当我两年前 我催了一把 好几千块钱的 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紫砂壶以后 我就瞬间觉得泪绝不碍了 你知道吗 这个紫砂壶 我觉得也是它太难伺候了 它上面有些这么茶购 你还得手动的把它刷干净 所以我后来就买了这种陶瓷的壶 这个陶瓷的壶也有好处 当你用一段时间 你发现它上面已经有点脏了以后 扔进洗碗机呀 通通都是这一套操作的流程 对吧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推荐东西 就是我下面这两个装水的 有两个水桶 这两个水桶 其实我买的是一模一样的 一个装干净的水 一个装这个 留下来这个脏水 当然我知道了 人家专门泡茶的话 这个脏水下来以后 专门的茶渣桶 但我觉得那个茶渣桶 你去看 它大小形状 都很难和这个整体协调起来 所以我就甭管是干净的桶 还是脏的桶 我就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 然后放到这个小茶几的下层 它俩并排放这 就特别特别的整齐 对吧 然后这个干净的这个水桶 我就是 每次把它放到厨房里面去 直接去接 那个纯净水就好了 当然你可以往里面 知道你喜欢的水 专门泡茶的各种 什么山泉 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 这些水就好了 OK 但这两个塑料桶 我唯一对它 有一点点不满意的是 它那个材质 我看了一下 它是画了一个小三角 写一个PC7 PC7这种材质 是可以装食品级的 这种饮用水的 但它不能装热水 它不能高温去洗 我就特别想 尤其是我这个装 干净水的那个桶 我就想 用一段时间 把它丢进洗碗机 温度高 还能进行一些杀菌的工作 但它可能承受不了 太高的温度 我只能 隔一段时间 手动的给它刷一刷 把里面可能存在的一些 不太干净的东西 给它刷掉 嗯 就是我看什么时候 出了那种 这个材质 它能够承受高温的时候 我再更换一下 好吧 OK 这是我这一套极简的茶具 反正大家人各有志嘛 有人特喜欢喝茶 就是那种 哎呀 摆开的一大摊 特别特别复杂的那种 小苗老师这两年 就特别喜欢 这种极简的风格 如果你和我有一样的喜欢的话 这些东西就供你 进行一些参考 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